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台湾的疫情可以讲是越来越稳定 所以国内的旅游开始很活跃 请问最近有到海边游泳的举个手一下 感谢主下次带牧师一起去 很久没有到海边游泳 大家都知道在海面上游玩或者游水 你的眼睛看的是水以上 但是有的人喜欢潜水 潜水到里面去看水底的世界 那又是不一样的风景 当我们在看哥林多后书 每一章都仿佛是如此 他好像带领我们进入到属灵的海底世界 透过保罗探索更深层更深层的地方 牧师在探讨的时候我就发觉 这个讲到边几乎换了五六次一样 礼拜六的时间是牧师练习台语 台语对来讲还是会挑战 我还是要练习再练习 到了早上讲到我还是要找专家来跟我校对 这样讲对不对 但是讲华语我就比较轻松了 我觉得我很舒服跟大家分享 帮忙大家一起跟着我们 巫师的分享进入到这个海底世界 但是要浮出来 你们的笑点还是 我没有办法跟得上牧师不行 我是出入名的讲冷的笑话的牧师 这一段的经文尤其是第四章仿佛是如此 经文当中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瓦器跟宝贝 瓦器是非常低贱的 脆弱的没有价值的 可是宝贝是非常珍贵无价值宝 保罗用这个非常特殊的写法 在我们瓦器的里面 有这么样的宝贝放在里面 描述耶稣这个基督徒独特的地方 他提醒基督徒我们是虽是瓦器 但是在我们的里面有宝贝 好了 话讲得很清楚 但是不明白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是这样子 牧师的角色最困难的地方在这边 我觉得我讲得很清楚 但是你们很难明白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必须花功夫 你们为牧师祷告就在这个地方 第一个瓦器里面有宝贝 就是要看重我们的价值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价值 是因为上帝的创造赋予我们的价值 所以价值是被外赋予的不是你说的算 有没有人出去外面说我长得很帅 有人这样讲吗 不敢讲啊 就像你 就算你真的很帅你也不敢讲 真的 我就是这样 一定要别人讲 而且我告诉你一个笑话 不是笑话 这是真实的 我们常常追求很瘦对不对 这个苗条啊 这个都瘦身瘦身 有一次呢 在南太平洋的岛国 女的是日本人 男的是法国人 法国人大概也是苗条的 就他们参加一个宴会 当地的原住民看到 哎呦你怎么那么可怜 那么瘦 所以他们的当地原住民非常的慷慨 每个人都有一块大的这个羊肉 大家送你一块 那你送你一块 所以这个日本人的妇女 最痛苦是参加这个宴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个人要吃七八个人的那个分量 而且一定要吃完 你没有吃完 你等于是 好像有点对人家的这个礼 有亏了 所以他很痛苦 每次吃完肚子好大就回去了 你以为的美在人家看来是 一点都不美 所以台湾的女孩子的美 只能在台湾讲 或者你的美 只有在你家来讲就好了 瓦器里面 这个宝贝是被赋予的 由外而赋予的 这里讲到一个价值 这个价值不是说我有什么东西 而是我们都被上帝的高度的价值 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末端的能力出于上帝 不是出于我们 耶稣有说了 圣灵会降在你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神的灵 神的话 就是能力的根源 你看都是外赋予的 不是我们自己本身的 人的身体是瓦器 有神的灵为宝贝 今天有神的灵种宝贝 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 我们身体就是一个瓦器 圣经这样说了 创世纪耶和华用泥土 地上成土 造人将生气吹在鼻孔里面 他就成了 这什么人 有灵的活人 注意一下这个 这是一个神学的用语 有灵的活人 信主人是有灵的活人 没有信主是没有灵的活人 就差别在这边 名字叫做亚当 好 人的身体是用泥土造的 所以我们身体就活在地上 我们能够呼吸 我们会吃 我们会听 跟世界的动物都一样 但唯一我们跟动物不一样 就是有神的灵吹到我们的里面 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耶稣说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那么上帝不只给我们灵 在我们里面 他有用他的爱 价值我们 他用他的创造 价值我们 使我们有这个身份跟地位 我们的生命 是因为耶稣的爱 给我们有价值 我们的生命 是因为上帝的创造有价值 一幅所书 说了一句话 我们来读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非常关键的一句话 工作 workmanship 我们在讲的是说一个作品 用手工做的作品 我们在座当中 都有一些人会做 手工香皂 手中饼干 都蛮好吃的 手工做的价格都比较高 因为独一无二 牧师有做这个挂袍 那个其中 你看到原住民 都手工的 亲自做的 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作品 精心制作的 在进步的说 我们都是从耶稣基督里造成的 透过他的独生子 来塑造我们 透过基督复活的生命 进入到我们里面 使我们与主相联合 成为新造的人 从罪人转变 成为上帝的儿女 达成一个新的杰作 上帝用的功夫 非常非常的多 多到我们自己都不能够想象 我们最怕的一件事情说 妈妈爸爸为了你儿子 付出那么多的代价 你都不懂 不懂也就算了 你一句感恩的话 你也都不说 神最担心的这件事情 为你做 为我们做那么多事情 我们都不懂 也都不愿意感恩 所以现在上帝很聪明 他就不做 除非你懂 你做 你祷告 神做了 你就会感恩 不然神的恩典 被我们人利用 上帝不是那么愚蠢的 我们生命都是被上帝的功夫 智慧能力 加上他自己的生命 甚至是在十字架上 这么样的贵重的生命 价值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东西 而是都是精心制作的 就好比一幅画 他的价值 不是画作的本身 而是画作背后的作者 2010年 Picasso 他的一个作品 卖到33亿的天价 美金 为什么这幅画 可以卖到这么高的价格呢 是因为有价值 是因为画的背后的坐着 是Picasso 不管你懂不懂 你觉得没有什么价值 他就是这样的价值 公认的 已经到了一个水准了 同样的 我们人的价值 不是我们本身的条件 而是背后的这位主人 赋予你这样的一个价值 他说你高贵 你就高贵 他说你是宝贝 我们就是他的宝贝 莫过撒旦没有权利 破坏我们 大部分的商品 都会展示一个出产地 我们的衣服都会写上 哪里制造的 我们身上也有写着一个地方 是属于上帝的创造 我们身上呢 都有圣灵的印记 93年我跟师母到英国读书的时候 我的教授叫我站起来 在全场的 一两百位的学生当中 就介绍 They're coming from Taiwan 然后后面一句话 他说你们知道台湾的意思 三四十年前 Made in Taiwan表示次等略品的产品 国外都在笑 但现在呢 东西是Made in China 连我们自己都会笑 是吗 尤其最近的口罩 但如果东西是Made in Taiwan 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我们的价值因为这样一个mark上去的时候 价值就升高了 而上帝在我们身上印了一个印记 我虽然看不懂 我是凭信心相信的 但是上帝看见 某个撒旦也看见 他侵犯你侵犯不得 所以各位 请你不要看清自己 即使你认为你家里比较穷 请你不要看清自己 也不要看清别人 不要随便批评上帝的作品 因为上帝的手中没有平凡的作品 每一个人都有他特殊的地方 是别人没有的 所以请我们用上帝的眼光看自己 看自己是上帝的精心杰作 很多人说话都践踏了上帝 没事就抱怨 没事就批评天际干嘛的 我们常常不知道 说的话表示什么东西 践踏我们的主人 诗人他这样说 诗人说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 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生之道的 在现代的生活当中 我们习惯用某种框架 来定义某个人 某个东西的价值 我们习惯用某种的功利的主义 定义人 定义东西 可是我们要学习用神的眼光 看自己看周围的人 我们的价值是因为 耶稣基督爱我们到个地步 甚至死 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的时候 就要建立很好的自我形象 心理学上非常注意这个词 自我形象 可是某个人很喜欢攻击我们的自我形象 就把不好的自我形象放在你的心里面 他会对你说 你怎么那么丑 他会对你说你没有用 他会对你心里说你这么差劲迟钝那么笨 你没有希望 你们看过宇人这个电影 兄弟之间的感情 他实在是一个自闭在那个地步 让这个做兄弟的非常生气 非常的生气 非常的生气 结果到最后他非常的厉害 靠着他去赌场去赚钱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殊地方 所以我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我们没有我们所想象的这么笨 同样的你也不可以随便去说 别人家像你想象这么糟糕 这么差劲 不是的 所以每一个人不只要知道自己生命价值 更重要你要活出这个价值出来 你要活出来 有的你真的有价值 但是他没有活出来 这就是基督徒最糟糕的地方 大概都知道这个故事 一个国王把一个在桥下的乞丐 带到王宫里面去 就跟他讲 从此之后 你不再是乞丐 我要赋予你一个责任 你是我的孩子 可是这个孩子本身 乞丐的时候已经习惯了 他在吃饭的场合当中 到处吃别人做他也吃 这样子人家很辛苦 有那天晚上 他穿得很非常豪华的一个睡衣 躺在这个床上 可是吃着早晨的时候 全程一直在找这个王子 因为他又回到桥下的地方睡觉 因为孩子的定义他自己 还是如此 他忘记了 他被赋予这个责任 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此 重新回到自己的原来的角色 他忘记了上帝如此的大费周章 付出这么大代价 拣选他为他舍美 因此我们看到第一个重点 宝贝在瓦器当中 是请你看中自己 你也看中别人 第二个 瓦器里彰显他的大能 牧师花了很多的时间祷告 是什么意思 瓦器在我们里面彰显大能 什么意思 宝贝在瓦器里面 是驱动我们天天更新跟直接 第七节这样说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 要显明这摩大能力 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可问题是我怎么体验 这个大能会彰显 从我里面彰显出来呢 我们都知道 基督徒一旦信主之后 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 你要知道圣灵一旦住在里面 代表什么意思 祂要影响你 除非你刻意限制祂 我再说一次 圣灵住在里面 祂一定要影响你 除非你 欺哄圣灵 祂就要产生影响力量 更新我们 捷径我们 目的要让我们 长成有基督的形象 我们一起说 阿们 我用一个例子来说 男的叫暗嫩 女的叫他嘛 暗嫩是大外的长子 暗嫩是一个心中 没有神的灵的人 他所做的事情 都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 那么身为长子的暗嫩 暗嫩同父异母的他嘛 他嘛长得很漂亮 他就设计了装病 就他强暴 修了他的身体 他嘛非常非常的难过 好说歹说 不要这样子 你可以跟父亲讲 我也愿意 阿们就是不愿意 事后阿们对他嘛的态度 大大的改变 非常的厌激 把他赶出门 后来他为他所做的事情 感到后悔 但是他不悔改 注意这句话 他后悔 但是不悔改 为什么他会后悔 因为这个事情 万一曝露出来的时候 对于他继承王位 会造成很大的拦阻 所以是出于自私的想法 他后悔 糟糕了 今天做这个事情 我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后果 感到后悔 但是他不认为这是错 他一点都不在乎他妈的立场 他妈有可能自杀 这个事情给一个人看见 他妈的亲大亲哥哥 亚撒罗看见 亚撒罗长得非常的俊俏 圣经描述他很聪明的一个人 是大卫的另外一个日子 他偷偷的把这个事情 隐藏到心里 两年 两年之后 就把暗论给杀了 我们对比一下 暗论的父亲大卫 大卫的罪比暗论更重 犯了奸淫 谋杀 乌利亚 罪之重 当先知那丹当面指着他的时候 大卫立刻说 我得罪了耶和华 注意这句话 我得罪了耶和华 这个话的意思是说 大卫做了上帝不学的事情 是错误的 大卫那一刻 他没有想到 百姓会怎么样看待他 他没有想到历史以后 怎么会评价他 他首先想到这个事情 让上帝继位的愤怒 使错误的 他回到他真实的身份了 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跟我们都一样 上帝的仆人 他不是他自己的主人 他要回到上帝面前负责 因为他虽然是国王 但是不可以预阅律法 为所欲为 所以他来到耶和华 上帝面前 诚恳的认罪悔改 求上帝饶恕赦免 他写下了漂亮的四篇五十一篇 公开的认罪悔改 交给大祭司 在上帝面前 公开颂扬给他的子孙 而上帝也把 大卫的龌龊的历史 写在圣经上 请问 历史上的国王 有这样做的吗 把一个人的龌龊事情 千代来 千年给大家一起去读 为的是做什么 性差 反射 我有可能就是他 我们一起来读 这个诗篇 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有圣子 不要丢弃我 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 仍得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 扶持我 你特别注意到 他说 求 不要从我 收回你的圣灵 这就是指 瓦器里面的宝贝 你不能收回 不要收回 收回大卫 他说他什么都没有了 他可以不要有王国 你可以把我的长子给拿走 可是不要把我 最后的盼望的灵给拿走 一灵拿走 没有救恩之乐 没有喜乐的灵 因此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 后悔跟悔改两个词 非常大的区别 后悔 很多人在法院当中都很后悔 他会跟法官大人说我后悔 后悔什么意思 是不能承受结果 产生的感受 是没有面对上帝的圣洁 而后悔呢 是明白上帝的心意 对自己得罪上帝 也得罪人的行为 产生愧疚 只是面对上帝的圣洁 非常不一样 我们虽然是瓦器 但里面的宝贝是圣灵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这个宝贝是当上帝的爱 是上帝的话语 是上帝给我们高度的价值 这个宝贝不允许我们做 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 从前我们还活在世界之后 那也就算了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因为瓦器里面没有基督耶稣的同在 没有谁可以提醒你 没有谁可以警告你的良知 可是现在不一样 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前 大家都曾经有过 坐公车的时候就逃票 或者在公家机关的时候 就东拿一点西拿一点 一下子回文针 一下子值 侵占公家的物资等等 我们在见证当中 听过蛮多的故事 这都是信主之前 有些基督徒做的事情 相信不会有人会去追究 那东西很小 人家也都忘了 师母的姐夫有一次 他走在路上捡到一千块钱 他也是牧师 他知道这不是他的 他就好心拿到警察局 就要报 警察局说 哎呦你很烦耶 拜托好不好 我要洗一大堆东西 拿去拿去拿去 一千块也就好 有一次是真的一万块钱 就拿去 警察也是很烦 你要经过大概六个月时间 向外公告 没有人 又打电话叫我那个姐夫 这个钱是给你 拿去 自贸小事很多人不会追究 可是问题是 圣灵会追究 提起我们的罪 要向主 也向人悔改 主动的补偿 所以就这样做 不然你就不安了 基督徒悔改的事情 不仅是针对一件事情 是非对错的认知 基督徒悔改是对整个 生命的状态的认知 因为生命不一样了 有一个信徒做见证 他说刚信徒的时候 他承认他自己 他不太会承认 自己内心的骄傲 他也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总觉得自己的水准 水平也很高 从来都是别人错 他不会对不起别人的 好了 信主好多年 他也没有过认真的 彻底悔改 有一天他坐了计程车 他手上拎的一个袋子 放在车上 他就下车了 下车的时候糟糕 东西就没有拿到身上 回国的时候 计程车就走了 后来别人跟他讲说 计程车有没有给你收据 他说有 你就打了电话 回他的这个公司 所以他就拨电话 对方接了 果然 这个司机 有把他的袋子 交回到公司 等他自己来拿 这个基督徒 那个时候 不知道怎么回事 没有一点点的考虑 脱口而出 一句话 哇 司机这么好 一定是司机 发现袋子里面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才会把他交回去吧 他一出口的时候 他就后悔了 果然电话那边 就很生气的说 你这个人 怎么这样说话 人家出于好意 把你带子交还公司 带子的主人担心 带子的主人焦虑 你竟然用这种恶意 给人家怀疑 这个弟兄知道错了 一直在那边悔改 道歉 道歉 然后之后他内心 非常不平安 他突然看见 他在内心的 真诚的里面 竟然有这么恶毒的 猜疑之心 这是他自己也不喜欢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过去不愿意承认的事情 竟然真真实实的存在了里面 各位 这一种反省的事情 是以前他不会做的 可是信主之后 在他里面的这个宝贝 开始发动了 责备他的良知 就好像拿单说了个故事 责备大卫一样的道理 要大卫自己责备自己 在上帝还没有责备自己 自己就觉得羞愧了 这个人的良知就是如此 他信主之间没有这回事 信主之后怎么会这样子 他里面的灵非常敏锐 责备他的良知 对他来讲 悔改就是从那一个开始 他重新开始 看见自己的本相 向着耶稣基督来悔改 各位 我们是学习向主悔改 当你会向主悔改 你就会向人悔改 当你不会向主悔改 你就不知道自己的错误 因为你没有被光照 你的灵是迟钝的 你人家责备你会说 我哪有错 你还跟人家辩论 事实上基督徒悔改 不是一次各位 不是两次 不是一天 不是两天 我们一生当中 都会在走悔改的过程 保罗说他万年当中 他说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 也就是说越靠近真理 越会察觉自己的罪 我们一生当中 都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对焦 调整 向主的回转 这就是悔改的意思 我们信主这么多年 也常在自己的 跟自己的骄傲 自己的内心猜疑 不信赖别人 防放别人 没有安全感 在那边摔跤 我们有很强烈的雅各性格 这个女神似乎遥遥无奇 直到见主 我相信我们都在悔改 不是吗 就在彼得三年半 耶稣就要升天的时候 他竟然会叛逃 否认 为什么会这样各位 就是因为我们的里面有宝贝 这个宝贝他不得不这样做 为了你好 为了我们长成像基督的样子 他必须产生这样的功能出来 让我每一天更新 每一天是我解禁 我们一起说阿们 这是对内的 哇 七年宝贝 他还产生大能 这是这个经文当中 保罗想要诠释的地方 在我们为主服事上 有勇气面对挑战 各位不要误会 保罗描述了 在我们里面 有这个宝贝的一个 在里面 是代表基督内住在里面 他成为我们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智慧 成为我们的心的良知 圣洁的公义 他会对外产生力量 但是不是产生 所谓神迹般的大能 像以利亚先知 向上帝祷告 将火由天降下来 不是 不是这个 而是我们面对危险苦难 所产生出来的忍耐 等候 赞美 感谢 大家想象一下 在将近两千年前 监狱的设备不像这样子 保罗跟希拉被关 在那边唱诗歌 感谢上帝 你能想象 这是什么样的状况 在这个处境当中 可能会使还保持 这样的信心喜乐 除非他瓦器里面的宝贝 产生了大能 跨越这样的苦难 否则不可能 所以因此我们怎么操练 话是这样说 我们怎么操练 牧师尝试 从几个角度 我们要操练 让这个大能禅数 第一个 面对难处的时候 定精在瓦器的宝贝上 保罗在后面的地方讲出 这个能力不是使 狭眼看见神奇奇事 使瓷腿起来行走能力 保罗说明这个能力是什么 世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致失望 遭遇迫害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常常在环境当中 我们都用上帝眼光来看 许多时候 我们人不是这样 我们看到苦难 危险 生病 我们就开始显出人的软弱 我们常常埋怨上帝 不是埋怨上帝 就是埋怨人 要不然埋怨环境 对上帝上帝 为什么让这个事 在我生命当中出现 我们如果看环境 会让我们惊慌 所以我们看上帝 所以耶稣在水面上 行走的时候 门徒们看这个风浪的时候 他们害怕 当他们的眼睛 看的是耶稣的时候 彼得也忘记 自己守在水上 有的时候 当你看上帝的时候 我们态度也不对 那个态度也不对 我们对上帝说 上帝我知道你 在我的里面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所以求你把我 四面的敌人都挪走 可许多时候 上帝不听你的祷告 他有听 但是不照你的意思走 因为他是上帝 他有他的主权 他知道什么这样的方式 对我们最好 有的时候 让我们留在患难的当中 跟对我们最好 帮助我们 照他指引来走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一烧船 他要过这条河 他的吃水量是十公尺 可是快要遇见这个礁石了 我们第一个反应说 主啊把这个礁石移开 可是上帝怎么做 他可能把我们的水 升高十公尺 让这个船可以轻易的 越过这个礁石 水涨了 礁石还在 船却可以过 多少时候我们希望上帝把难处拿掉 可是上帝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那么他调整环境就可以 他把水升高船就过了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上帝可以改变环境 几天前我去山上 高一的部落 那个地方晴天 很快时间我们下来的时候 靠近大溪 晴奔大雨 你从卫星来看 这个距离有多远 一点点 可是变化这么多 谁知道这个时候 台湾高热的温度超过三十七度 连续有十几天 唯独那么靠近的长江湘辖 确实下雨了几十天 谁控制这样的环境 环境可以改变我们的眼睛 当环境改变的时候 我们用神的眼睛来看环境的时候 你就没有害怕 第二个 宝贝从摩瓦器里面展现出来 就必须学习怜雨基督的事 使我们得生命与爱 哇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没有办法用 救人的我的生命去爱人 不能 除非我们 是用基督的生命来爱 才有办法爱人 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的生命里面怎么会有基督的爱呢 保罗说什么 身上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他就是说我们要跟耶稣的死连在一起 使我们在复活的生命当中 也跟基督连在一起 好 我稍微说明一下 基督的死 一方面是为我们赎罪 这是他单独完成的事工 因为他的死 让我们没有再害怕 掌管死亡的权柄 罪不能再挟持我们 我们联谊基督的死 使我们不再受罪恶 世界仇敌的捆绑 另一方面 基督死 不只让我们脱离世界最魔鬼而已 基督的死 就是代表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就结出许多果子来 好 谁是结出许多果子来 就是我们啊 我们就是结出新的果子来 那么所有的基督徒 结出新的果子来 也就是有基督那个为人牺牲的爱 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开始会学着为别人的立场来着想 你的传福音为信主的工作 才有意义 使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膨胀了 我们盼望为信者得到基督复活的生命 我们为他的祷告 为他建立关系 满转的需要 这些事情不再是所谓的负担 如果没有基督生命 我们请你传福音 你会说 我们怕被拒绝 我的时间比较重要 我的事情比较重要 我们就开始系数我们人世间的事情 我们会把上帝的事情放在旁边 这是很自然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跟基督的爱连在一起 没有跟基督的死连在一起 我们越少经历基督的爱 自然对别人的负担也就少 付出也就多 只要要求你越多的话 那个服事就变成一种压力 变成一种负担 就是这样 第三个 我们的己生命会拦阻宝贝能力的显出 己生命又叫做自我 救我的生命 什么叫做己的生命 我举几个例子 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按照我的意思 挑喜欢的事情 这是救我的生命 服事是让我发挥的专长 如果这个服事不能够发挥的专长 我就不做这是救的生命 我们追求事情 追求这个成就 让我满足里面的需要 如果这个场合 没有办法满足我的成就 我就会落在痛苦当中 这是几生命 我们都自以为是对的 别人是不对的 坚持自己对 定别人的罪是错的 这是救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 把基督的生命给困住了 没有办法从我们的里面发挥出来 于是耶稣说 人若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他的施架来跟从我 这是第一句话 做耶稣门徒的基本功 这个功都不能做 那后面就不要讲 所以因此背舍己 背施架 是跟随主的完全奉献 也是让我们里面的宝贝 彰显他的荣耀的一个管道 第四个 保罗在讲的意思是什么 让里面的宝贝 可以彰显的大能 是指一个东西 难处 难处让我们更深的 经历基督的爱 我们会怀疑 哇这个基督徒 已经是这样敬前舍己 背施架跟从主 可是上帝还是把羞辱 还是把这个难处 被弃绝放在了身上 保罗说什么话 他说外面的刀剑 保险 饥饿 逼迫 饥荒 这些都不能让我们 以基督的爱隔绝 而拦阻基督的爱是什么 原来是我们里面的救我 那么耶稣做了一个极大的榜样 在科西曼里恩的祷告 祂的救我的生命跑出来了 祂跟上帝祷告说 求你可以的话 求你把这个苦杯撤掉 可是后面他开始又不一样 后面又一句话接着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识 照你的意识 这是困难的事情 可是他确实愿意如此做 当一个人放下自己的时候 弃绝自己的时候 里面的宝贝就开始彰显祂的能力 各位 如果我们要经历这样的事情 也必须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经历上帝是怎么样做 祂的爱 我们必须跟基督连在一起 第五个 有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工作 你的内心一定会痛 不痛才怪 一个当基督徒不会流泪祷告 我怀疑你 你没有经历到基督的爱 每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至少会经历过四个层次 你才是成熟的 第一个我们称之为得救成 圣灵的光照 让我们认罪悔改 重生 第二个层次 我们称之为复兴尘 就是领受圣灵渴慕上帝的话语 可是他还是受到世界的诱惑 第三个层次 叫做十字架道路程 也就是圣灵更深的光照 认识自己的罪与劳我 在那边拔河 而第四层 我们称之为得圣神 也就是完全进入到圣灵的引导 为基督而活 像保禄一样 他会说出那样的话 如今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他会说出我看万物都如粪土 当圣灵驱动菲利靠近贴 埃迪阿伯的太近的时候 菲利二话不说就靠近了 那个时候的使徒行传的每一个门徒们 他们都在这个层次 因为之前他们都经历过前面几个层次 痛苦的操练 各位 每一个阶段都代表着圣灵的爱 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 在这个旅途当中 我们生命不可能不痛 身体的痛是一回事 心痛的痛又是一回事 灵魂的痛又是一回事 我不晓得你们经历什么痛 还是随便就痛 我们现在来唱一首诗歌 尼托森写的一首诗歌 你若不压感难成渣 我们把它想象一下 耶稣把自己当作是葡萄 被人压榨 才能够产生出那个葡萄汁 一个基督徒你没有被破碎老我 你就没有办法将瓦器的宝贝活出来 这首诗歌唱了五六十年 每一次唱都有他的心得 我们来一起来唱好吗 我要赞美才要赞美赞美可得甘甜 能有什么比你更好 能有什么比你更好 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理 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理 有人说尼托森弟兄每次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他一边唱一边流泪 这是一种学习顺服的功课 所以结论 让我们学习做顺服的情 让神来做工 不是我能做工 把我们自己交出去 奉献出去 在我们里面有他的宝贝 所以是照他的意思 不是照我的意思 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感动 你就顺服他 如果我们内心有疤河 那表示说这个己的生命还是很强的 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宝贝产生的力量 如果我们拒绝 神也不会怎么样 他就只能找别的人去 你今天不传福音 他会打你屁股吗 不会啊 你只有在见面的时候 他会问你 你怎么了 你亲自要面对他 如果我们很硬 好像什么呢 好像橡皮的这个器皿 这橡皮的器皿 是摸不到神明的 橡皮的器皿是把这个 是不透光的 然后宝贝也能力也出不来的 被困住了 可是如果 我们是这个橡皮这个器皿的时候 我们会无形当中 把很多人给推开来了 因为你很冷啊 你们喜欢跟很冷的人在一起吗 一定不会啊 但如果是瓦器就不一样了 瓦器碰的时候就破开了 就裂开了 好 那这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我们的外表给打开了 你的破碎是把我的坚持 我的偏见给拿走了 这更容易让别人进入到我的心里面 于是乎我生命里面的宝贝 他就彰显出他的能力出来 他爱你了 他关心你了 他迫切为你的祷告 这让我想到 四约翰讲的最后一句话说 他必兴旺 我必衰尾 另外一个英文的版本更浅显 我读给大家听 说但愿上帝的名在我身上 一天比一天被彰显 我的名一天比一天的衰尾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 愿你的名在我的身上 一天比一天的被荣耀 而我的名一天比一天的衰尾 奉耶稣的名 阿们